中午的同學大家好 上一節我們看了Combustion 今節我們就看另一個reaction 是關於24.1實驗的 這個reaction我們叫做Substitution 在實驗裏面 你就應該會看到 那裏有兩個test tube 在test tube裏面就加了 Hexane 因為Hexane相對來說 它是一種liquid 在很多elking的實驗裏面 我們很難處理些gas 而5個carbon至17個carbon 都會是liquid 一般我們會用這段距離的elking 去進行實驗的 而在實驗室容易找到的就是 Hexane 加上Hexane 本身是colorless Balling Point 都合理的 不會那麼容易揮發 沒有那麼大的味道 所以就會選擇Hexane 多於選擇Pantane 然後兩個test tube 都分別加了Bromine 加了Bromine Bromine 很多時候它都會寫 是in... 什麼什麼的 其實呢 什麼什麼呢 這個是一個sorfen 那所以呢 既然是sorfen 來講呢 重點就是它可以跟Hexane 容易是混合 那所以這一般這個sorfen 會選擇Organic Sorfen 因為Organic 就會跟Organic 大家用在一起 那如果沒有的話 用Aqueous 都問題不大 而Bromine 本身因為是橙啡色 那所以呢 顏色上面是容易看一點的 所以呢 就一般會選Bromine 那為什麼要有兩個test tube呢 那麼 加了之後就要密封 加了一個stopper 去封密它 那其中一支的test tube呢 就會是用石紙 包住 找石紙包住 那而另一支呢 就不包 那怎麼都好 兩者呢 都會呢 是在 Sunlight 底下呢 就 擺少少時間 OK 那 重點就是Sunlight 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又或者呢 在Sunlight裡面呢 有那個紫外線 UVLight UVLight 呂同學可能會比較熟 那 UVLight就是Ultra Violet OK 那是紫外線來的 那 然後呢 就再拆開它 過了一段時間 拆開它 那 看看實驗的結果 那 那 就包住了 Aluminium 那個呢 就仍然維持著 是 Orange 或者 白 另外一個呢 就已經是 變成了 Colorless OK 那 這個是那個實驗的結果 那 那為什麼有這個現象呢 那 那這裡有幾樣東西呢 就大家要 有 認識的 那 這個reaction 我們叫做 substitution 那一陣子我們解釋 什麼叫做 substitution 那 而重點就是呢 Alking Bromine 加了Bromine 那 除了Bromine之外呢 其實Halogen呢 都OK的 那 我們用X2來代表Halogen 那 而這個Halogen呢 可以是Thorine Chorine 或者是Bromine 那 Rdin呢 是沒有reaction的 OK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就 Thorine沒有色啦 沒有什麼色啦 淺 黃 Chorine 是黃 綠色 那 所以呢 最明顯的顏色轉變就是Bromine 那 然後呢 那個重點就是 它可以 形成到 兩樣東西 一個呢 就是Halo Alkane Halo Alkane 那 另外呢 還有一個Biproduct 的 這個Biproduct呢 就是Hydrogen Haline Hydrogen Hydrogen Haline Hydro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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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因為反應實在是太複雜了 那反應如何複雜呢? 我們用實際的例子 用methane methane就會跟 譬如在這個例子我們選一次用 blamine跟它react 這個產品就是halo-lking halo-lking的意思就是 我拿一個br 取代了一個hydrogen的位置 取代了 所以這個我們叫做substitution 而必須存在的條件就是 UV light 所以UV一定要在箭嘴上寫出來的 而第一個的product呢 第一個的product呢 就是 取代了一個hydrogen 就是bromo-methane 而取代了之後呢 那個h就脫了出來 和剩餘的bromo-methane 和剩餘的bromo-methane 就會combine 成為一個新的compound 就是hydrogenbromo-methane 就是hydrogenbromo-methane OK 所以這一個呢 是其中第一個的 equation 第一個的equation 第一個的equation 好了 那為什麼說第一個的equation呢 呢 那原來呢 這個reaction呢 是我們所稱它為 這個train reaction 連鎖反應 train reaction 我們控制不到呢 那個product的 總之呢 每一次呢 就會將一個hydrogen 和一個bromo-methane 互相取代 而取代剩下的東西呢 就會form一個byproduct 那換句話說呢 除了有第一個step之外呢 那它會有第二個step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在第一個step的product bromo-methane 它可以和bromine再react OK 那因為它仍然是有hydrogen 在這裡 所以呢 也都可以繼續取代 那所以呢 第二個step呢 產生出來的product呢 就會是 大bromo-methane 而剩下的hydrogen和bromo-methane 呢 亦都會form一個新的compact HBR 那可能你會問 喂 那有沒有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第六個step呢 總之有hydrogen的 它就會取代了 那就是說呢 仍然可以出現第三個step 每次就換一個br走 換一個hydrogen走 換一個hydrogen走 那 那 取代了一個 找一個br取代的hydrogen 所以呢 第三部呢 就會是這樣 OK 那當然有第四部 一天有hydrogen 一天都可以 繼續取代 繼續 substitute 那所以呢 有機會有第四部了 那第四部進行完之後呢 還有沒有第五部呢 那因為第四部的product 已經不存在任何hydrogen 所以呢 四部之後就完了 那這裏的意思是什麼呢 即是說呢 它可以有 total多少個product 啊 一 二 三 四 五 OK 是不是所有的CH3BR都會進行第二步呢 原來不是的 只有少量會進行第二步 如此類推 只有少量進行第三步 少量進行第四步 所以呢 在這個reaction mixture 或者是product的mixture裡面呢 它就會有 各式各樣的product 取代一個 取代兩個 取代三個 所有hydrogen的product 那加上呢 每一個step都有一個byproduct 副產品 hydrogen blomine 所以呢 一共呢 就會有五個product 如果是methane的話 那可能你會問 如果methane的話 都已經有四部五個product 哇 兩個carbon又如何啊 如果兩個carbon的話呢 它就會有更多不同的配搭 因為total有六個hydrogen ok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product 可以取代一個這個 取代完之後呢 是不是有機會出了 這個product 這個product 取代完一個之後呢 它也有機會呢 取代另外一個hydrogen 這個carbon有一個hydrogen 這個carbon都有hydrogen 這個carbon都有hydrogen 那是不是會有機會出現了 這個product 和呢 這個product 呢 如此類推 所以product的數量呢 真的不惹小 那這個呢 就是所謂的train reaction 那當然呢 我們可以控制到 那個份量 ok 可以控制到那個份量 那怎樣控制呢 那 假如 我不想有那麼多 第二三四 我只可以說 不想有那麼多 二三四 這三個step ok 那我是不是要控制 你br 不要那麼多 因為每一部都要br 所以呢 如果 br呢 是limiting的 少量的 ok 如果br少量的話呢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的機會率呢 就不高了 那所以呢 第一個step的product呢 會是major product 那我只可以說是major 因為train reaction是我們控制不到的 那假如呢 blow mean是excess的話呢 那它就亂來啦 亂撞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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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你要搞清楚哪些會有機會是major product 而 在這個train reaction裡面呢 其中一個重點 除了是train之外呢 謹記 uv 是必須的 ok 陽光是必須的 或者光是必須的 而這個reaction呢 我們是需要一些時間 就不是即時可以看到反應的 ok 那這個reaction實在太重要了 那下一節呢 我會講多一點點 關於它的內部的運作 ok 拜拜